各位好 我是陈一家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2013年5月22日星期三来自于会市最新的资讯 在今天美元是呈现走软的 但是对于英镑和日元是有一定程度的反弹 市场最为关注的就是在10点钟 来自于联储主席博南赫在国会山庄的一场新的听证会 那在这场听证会上他强调了 现在联储并没有到时机要收紧 量化宽松 另外他还提到整个的经济受到来自于财政政策不明智方面的一些压力 那同时他还提到现在的经济方面的一些风险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 那就业市场的改善并没有遇上来的那么的好 另外在市场关注的焦点还有就是房产业方面 今天刚刚公布了现房4月份的一个销售数据 那是呈现0.6%的环比增长达到497亿万 那虽然是不及预期 但是还是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值了 那另外在两点钟的时候 联储最新的会议机要也将出炉 对于市场可能也会产生影响 在欧洲央行 在英国央行以及日本央行的议席会议当中 没有对于整个的政策有任何的变化 另外可以看到日本对于现在的经济状况的分析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而英国方面的零售则是有环比1.4%的大幅度的下滑 现在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是小幅攀升率到1.2908 美元对于支援的比价是上升到103.43 而欧元对于支援的比价是上升到了133.46 根据Trading Central最新的分析来看的话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是进入了牛市轨道当中 占有一定程度的阻力 另外主要货币对于日元还有进一步攀升的可能性 以上就是来自于会市最新的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 我们稍后再会